英是褒义 出类拔萃约英 道德应物约英 德华冒注约英 明时大律约英 以英为妙号的皇帝们都配得上这个字吗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名气最大 也最差劲是明朝的盛衰转折点 土木宝之变 教门天子 夺门上皇 怎么洗也白不了 远英宗硕德巴拉有些能力 但做事果刚 南坡之变被试 再有就是宋英宗赵蜀了 应自拥在他身上 是否恰如其分 他登基前 为何千方百计推辞 不愿当皇太子 他登基时正当年 为何由仁宗的曹皇后摄政 他登基后 又为何仅在位三年半 宋英宗赵蜀 1032年2月16日 生于宣平方宅地 宋太宗赵光义曾孙 商王赵元奋孙 胡安义王赵允让第十三子 生母为先游县君人士 成为皇子后的嫡母 为慈圣光县曹皇后 史书记载 英宗出生也有神迹 红光满屋 光中似有黄龙游动 还说赵允让在他出生前 梦见两条龙和太阳一起下坠 并用衣服接住了 这应当是英宗登基后 应景地宣传 试想皇帝多年无子 郡王的幼子出生时却有异象 恐怕是霍非福 赵允让是真宗四弟赵元奋的第三子 曾经作为皇子替补 被养在宫中 在仁宗出生后 赵允让被送还 这使得赵允让与众宗士有所不同 容易被联想到 再加上他一生育有二十八子 宋史列传中 除英宗外 提到了他的令十子 这在整个赵氏宗族中 也是不多见的 仁宗五个兄长都早妖 实际上是独子继位 自己又多年无子 大约想复制赵允让的多子 并从小培养亲近感 仁宗在找皇子替补时 选中了赵允让十年三岁的第十三子 接进宫 赐明赵宗时 由曹皇后服养 自己游子 就不想传给侄 这是常理 仁宗也为此纠结了数十年 仁宗长子出生当日夭折 次子出生后 十年七岁的赵宗时 与父亲相同命运 被还了回去 但事与愿为 仁宗次子两岁夭折 第三子甚至不到两岁也夭折 此后 众臣劝仁宗接回赵宗时 仁宗不甘心 但随着一个个女儿的出生 仁宗的希望逐渐破灭 仁宗年近五十 韩琪 约同欧阳修 司马光 曾公亮等众臣 锦皇帝立司 甚至用上了 汉城帝传旨的典故 随着又一个女儿出生 仁宗终于松口 决定立赵宗时为皇太子 但此事是大臣们 和仁宗一厢情愿 小时候被退货的经历 在赵宗时心里 留下的阴影相当大 此时 赵宗时年已27岁 如果他奉赵进宫 万一之后 仁宗又生出一个儿子 自己再次被退货 该怎么办 到那时 哪还有脸面见人 于是 赵宗时找各种理由搪塞 不愿入宫 恰逢赵宇让去世 赵宗时 用守孝的理由 拖 四次上书 推辞任宗风的 逐步升迁的官职 三年守孝期满 赵宗时 再也躲不过去了 嘉佑 七年八月初四日 赵宗时被立为皇太子 改名赵书 赵书听到赵书 依然称病推辞 仁宗哪里肯收回成命 他命宗正劝扶赵书 昊时即一月 宗正从病床上 把赵书架了起来 赵书终于扶软入宫 住在清居殿 开始在仁宗身边侍奉 嘉佑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仁宗驾崩 此时 居后卫的是仁宗第二位皇后 曹皇后 宋开国元勋 曹斌是他祖父 八仙宗的曹国舅 曹景修是他弟弟 同时他也是赵书的养母 曹皇后心理素质过硬 曾冷静地平息了 清历八年时 宫中的兵变 他清醒地记得 太祖 太宗驾崩时 发生的变乱 在仁宗驾崩当夜 果断地封锁了消息 不给任何人作乱的机会 次日一早 韩其当众宣布 由皇太子赵书继位 四月初一日 十年三十一岁的赵书继位 视为宋英宗 四年改元治平 赵书显然没有做好 当皇帝的准备 继位第三日 他就提出要为仁宗守孝三年 让韩其代理军政事务 群臣都不答应 才作罢 初四日 赵书病了 装病可能性不高 或许是高处不胜寒 慌乱疾病了 初五日 尊曹皇后为皇太后 初八日 赵书下诏 请求皇太后 共同处理军国要事 十四日 曹太后成了宋朝第二个摄政的太后 在小殿垂帘听政 十六日 赵书封长子赵仲贞 为安州观察室 光国公五个月后 封怀阳俊王 改名赵虚 四年六月封颖王 一步步走着立处的程序 赵仲贞受封为光国公后 十三日 其母经赵郡君高氏 被封为皇后 高皇后明涛涛 与赵书同岁 是名将高雄长子高继勋的孙女 其母为曹太后之姐 赵书差点先于明孝宗 成了一夫一妻的帝王典范 她的四子四女 均为高氏所生 她登上地位时 宫中极有一后 无嫔妃 既是婆婆 又是小姨的曹太后 劝高皇后给赵书纳妃 高皇后硬气地回绝了 最后为了给病中的赵书冲喜 高皇后才为丈夫纳了三个嫔妃 赵书病了一年有余 期间都由曹太后垂帘听证 养母养子间没能做到实时沟通 让一些宦官钻了空子 闲言碎语挑拨母子关系 皇帝与太后关系紧张 相互有怨言 有部分文献还记载 曹太后不愿还政 有定策之功的韩琪 拉上欧阳修两头说和 终于缓和了母子关系 至凭元年五月 赵书病遇 曹太后撤连还政 赵书亲政不足半月 赵允让的称呼问题 就要开始讨论 因仁宗驾崩跪满两年 暂时作罢 赵书鼓起勇气 想有所作为 他对仁宗朝一流的避政 进行了调整 这一年 宋静京基及二十余州 闹水患 赵书及时派人巡视 通河道 赈灾民减赋税 同年 吐波古斯罗国归赴宋 宋与辽保持友好关系 西夏攻略庆州 在大顺城被宋军击败 下一宗礼量座受伤 一年多后去世 西夏之后逐渐处于首饰 宋在英宗时期 边疆相对安稳 无大规模战争 赵书恢复了无举考试 显然是注意到了 宋军战斗力低下问题 有心改善 他还延长了官员转迁的实现 从一定意义上 缓解了冗官对国家财政的压力 但要解决三冗 非一日之功 至平二年 赵书做了一些调整 放部分工女出工 却依然难以遏制国库 入不敷出的状态 赵书登基前的官职 基本为五职 他本人却好闻 尤其推崇苏氏 至平三年 赵书命司马光编著 红篇巨著资质通鉴 人宗驾崩满两年后 开始的服役已经绵延一年半 宋英宗性格偏温和 不如明家境地 大理之争实硬气 朝堂上群臣争论不休 韩琪 欧阳修等人意识到 只有曹太后下赵 才能说服群臣 于是他们抓住各种机会 向曹太后寄言 征得他的同意 曹太后或贵平息事端 下赵同意称呼赵允 让石用皇 其三位夫人用后 但赵书还没来得及给亲生父母上嗜好 至凭四年正月初八日 赵书因病驾崩于福宁殿 十年不足三十五岁 刚被立为皇太子一月的赵须继位 宋英宗赵书 人如其名 天刚破晓 玄疾终止 他有心隔除弊正 却无决心魄力 在魏部族四年 成效未及显现 他妙号中的英字 与英的原有偏差 解释成英年早逝更为贴切 我是卷书风云润天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